经过再次办事学艺和细心观察的心得 朱英贵发现老面团有组织 会呼吸 所以发酵搅拌的过程都不能大意 得定时定量观察面团的程度 谈气味 适时加水 否则加水不够 老面发得慢 加水太多 老面又容易过酸 其实老面团它每一个小时 每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其实它变化都不一样 因为它有在成长 它在缓止 那缓止它会产生二氧化碳 跟那个酒精 那时候它是发酵最快的时候 直到经过十小时 两次发酵 老面才顺利完成 但面团好 揉面的功夫也不能省 经过整瓶揪成面团 接下来就是朱英贵认为 手工馒头也不能少的诚意 其实它是很软的东西 那我们只是把这些筋 重新再组合 让它交错 让它整个盘头会贴 面团在朱英贵手里 先轻轻一按 然后零巧地揉 好了 就摆上去就好了 你看它很软啊 你看 它这个不一样啊 它伞回来 这个一按就下去了 差别是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的情况 整面的动作在馒头形成的过程中 增加口感层次 和面团重新组织的弹性 这动作看似精巧 其实得花力气拉扯 而且还得赶在面团变形前的 20分钟内迅速完成 陪朱英贵在重开馒头店的朱太太 就曾经为了这个动作 手腕用力过当上了关节 像我刚才的鞋揉馒头 我都会揉到很处 因为它一个馒头 它很软 要揉到它硬 然后要一个一个都知道 它硬了之后要缺了很久 再加上每天两三点就要起床 等老面发酵完成 朱英贵夫妇的老面馒头 一度令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 敬而远之 在辛苦的爸妈面前 儿子把形式说得很小声 不过最近看到爸爸对馒头的投入 让儿子有了新想法 因为他以前觉得可能那时比较小 他竟然很累 那时问他都不想学 可是最近他问他 他就觉得说OK 因为技术然后大家的评语都说很好 他最主要是他拿出去给他成这样 就说很自然的东西 这是朱英贵要传给儿子的另一种坚持 馒头以老面发酵 不加化学添加物 除了白馒头 朱英贵还陆续研发了无故杂粮 地瓜 芋头等不同口味的馒头 每一种都直接使用食材 不以香料取代 我们现在所研发的产品 都是以真正颜料 所谓颜料就是 它的食材都是颜汁颜味的东西来制作 这样就不会偏离传统 大甲来的芋头刨成丝 直接和老面团一起搅拌 芋头馒头里没有多余的味道 只有满满的芋头丝 还一度引发客人的质疑 因为这是一种市场上的错词 他说老板 你的芋头一点颜色也没有 我说芋头本来就没有颜色 芋头是你要蒸熟了之后 它才会呈现那种芋头 它本身的那些颜色 你那个香的话 你如果说你原来那种芋头色的话 其实那是外在加工上去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做那种外在加工的产品 而老面研发的雪菜包也格外备工 雪菜先用热水汆烫干净 再立刻冰镇提味 大锅里用姜片爆香后 雪菜 豆皮还加了九层塔 增加包子丰富性 从老面到食材 朱英会的每一道手续都耗时费工 力求天然 正对他来说 学做老面历经十多年 像是适而富得才开窍 更想要好好珍惜这段历程 朱英贵甚至大方地说 如果有年轻人 肯吃苦愿意用心 用热忱和老面好好相处 不用像他这样 跌跌撞撞绕远路 等了十多年 他现在就愿意义无传授 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 认真实验的精神